主席開會 進行施政方針報告之質詢 請廖委員國動質詢 巡答時間30分鐘 主席 毛院長 各位行政部門的首長 我們請院長 請毛院長 廖委員好 院長好 你辛苦了 從早上到現在都沒有休息 不感到 所以我盡快地用很短的時間 把我要跟您請義的部分 盡快地請你用簡短的方式告訴我 在去年的12月15號的時候 一樣的在這個地方 我們進行了總質詢 當時我跟您就原住民的相關權益事項提出了六個項目 我希望能夠有一個追蹤的說明 第一 偏鄉跟原住民地區的營養早餐 這件事情不曉得現在的進度如何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已經有七個點開始運作 已經開始運作 已經開始運作 然後將來還會進一步擴大 所以我想這個 甚至於我最近希望安排一個時間 能夠自己去看一看 甚至於我的瞭解那七個點 大概它背後的這個模式都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將來如果我們要複製的話 等於它的彈性空間很大 就像原鄉 或者說我們那個偏遠地區的話 它有些它的背景不太一樣 我們等於說大概都可以 說不定都可以找到適當的模式去加 當然我比較高興聽到這裡已經開始做了 因為這個時間很短 我們才幾個月 四、四個月不到 三、四個月 你們就開始了 這是非常有效率的一個成就了 第二個 管理原住民的自治暫行條例這個法案 我也要謝謝你 對 我們一邊會通過已經送到規格來了 對 去年年底之前 你就已經送達 算是已經完成了 後續的這部分由立法院來繼續完成相關的審查跟制定 第三個 原住民保留地的真化編這個業務 要求 當時我是跟你要求 要續辦 我也知道 原民會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就已經發文給全國55個原住民地區的鄉鎮要續辦 但是 關於常態化這個部分不曉得 是 院裡面已經在2月5號正式行為跟本會 就照當時我們承包給院以後 就列為常態性的來推動這個工作 所以這個政策已經確定 常態化的辦理 我們已經行穩給地方政府了 OK 所以地方政府都已經知道 已經合定了 已經合定了 這個也完成得非常漂亮 院長 真的 關於原住民臨地禁法補償這個部分 我知道農委會有一個計劃叫做 具公益效能的森林限制採閥補償計劃 這部分現在的進度是什麼 已經要執行了嗎 還是禁止一個計劃 農會主委有在嗎 那個部長 你稍等一下有個問題要問你 是 我想跟委員報告 這個計劃我們已經報在國華會審查當中 那我們預計在今年下半年一定要開始來實施 那我也非常謝謝委員在過去兩個會期裡面 都積極的來促成這樣子 原則上是2.4萬公頃的 第一階段是2.4萬公頃 執行3年 從105年開始 那我們是希望在下半年就可以定案 所以7月份就可以開始嗎 我們盡量來朝這個方向來 你下半年不要搞到年底嘛 是是是 既然要做就做得快 做得準 timing很重要 所以你7月就開始 可不可以 院長你就多出一下嘛 我想這個 我想我們會請國華會 針對本案加速他的審議過程 如果能夠這2.4萬公頃 雖然不是全部 但是最起碼政府的誠意就到了 因為就開始起步 了解了解了解 所以這個計劃我們是忍痛接受啊院長 我們要的是條例 一個法律 了解了解了解 你也知道 所以現在這個計劃既然已經上路 拜託7月一定要開始 是是我們儘快 我們儘快 那條例呢 當然現在還在這個院裡面在做審議 我想你們的態度非常的重要 那個行政單位 尤其是農委會 一直在這件事情上沒有進一步的 那個跟委員報告啦 我們這個蕭政委在這個問題處理上 他最近一直在開會 是我們已經同意你們先用計劃執行 這個條例一定要通過 一定要通過 你給個時程 給個日出條款 我們都同意 但是就是一定要有一個條例 作為依據 你們將來執行啊 也不會前前後後的 左左右右的閃躲 好不好 是是是 另外 智慧原鄉 那個農會也可以休息 就請教一步啊 智慧原鄉的部分 也就是偏鄉的網路 這個建設 那麼上次我也跟院長在這裡就教 就在前幾天 院長你親自跟媒體也說明了 在院會之後說 一百妹 年底 原鄉建設 你再重複一遍好不好 是我想 這個提醒啊 也要謝謝委員 事實上委員上次提了以後 我也去檢視這個教育部整個的計劃 後來我發現他們這個 所謂一百妹本來的計劃是要三年啦 是 然後後來我就說 事實上 像這樣一個 像這樣一個計劃 他所花的這個預算其實不多 為什麼要拖三年才完成呢 所以說 在委員的提醒之下 所以我就跟 跟吳部長 吳部長這個商量 我說我們這個事情 我們今年底之前就把它做到 所以這部分 要謝謝委員的提醒 所以這個 我們現在不是要 教育系統的建設 而是整個原住民的波落都要有啦 是是是是 我們以這個當作一個起點 我們認為說 先把一百妹先 先升到校園去 讓教學這一塊 先達到這個寬平化 甚至極縮筆等等也要改善 然後以這個為基礎 我們再擴散到 這個原鄉的其他的社區裡面去 對 我們現在想法大概是這樣 我們以學校為中心 對 我們只要再多裝幾支AP 對對對 就覆蓋了整個部落 就是把學校當作社區中心來看待 對 是 這個我看了你在報上的這個說明 我覺得非常 謝謝委員提醒 對 謝謝委員提醒 我們就照著你的方向來做 我們絕對不要落後在起跑點 是 讓原鄉的小朋友 跟這個都會區的 同時在起跑點上 一起來比賽 是是是 我們輸了我們就甘用 我們也同意 但是 如果我們來起跑點都輸了 這是政府的責任 是 好不好 是 那 最後一個 那個 部長你可以休息 關於都會原住民的社會住宅 當時您說回去研究深入了解一下 那麼不曉得在這個 將近半年有沒有什麼新的一個進展 現在大概 在目前的整個這個社會住宅方面 主要是 內政部的那個計畫 是 那內政部原來的計畫 他是 認為說 原住民是可以在他現有的這個社會住宅計畫裡面 可以容納的下 那我現在已經要求 這內政部啊 就是針對 就原住民這樣的對象 我們是可以有什麼樣的這個 這個這個措施啊 這個 或者是加大他的比例 或者是有其他比較專用的方式來建設 我想這一部分啊 這個這個我請內政部已經在研議這方面 可以那個院長 你融合有所不知啊 原住民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我甚至在兩個月前我還找了主委 林主委跟我們陳部長一起坐下來吃個早餐 再談了一次我等一下要講的 關於土地的公平正義的事 上次總執行我稍稍提起 因為時間不多 所以沒有跟你多談 我們來看這個圖表 目前呢原住民的幾個最關切的 或者是最切身的幾個訴求 當然自治您知道 土地才是我們真正的痛 不管是文化的也好 教育的也好 這個都已經在做 人民的都已經持續在做 我們更需要產業發展的一個平台的扶持 我只是概略的 略了這幾個 那麼謝謝長我倒是要讓你好好的 這個我們來溫故而知心 我們小時候都念過這一篇 這個國民政府的這個建國方略 建國大綱 裡面當然第一 他就講了這個民生嘛 整個建設以民生為首要 你看得到嗎這些字 好民生 然後談了民權 這個人民的這個這個選舉罷免創作副局 第三 談民主 我就在 我很 在這裡很慎重的 唸給所有的格言人一起聽 這個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其三 為民主 故對國內這小民主政府 當扶植之 使之能自覺 使之能自覺 但是中華民國 到現在一百多年 我們 我們到台灣也七十年了 剛好七十年吧 七十一二年 對於弱小的民主 有沒有過 做過所謂的自覺 這個政策的進度 有沒有 好像沒有 到現在 法規 我們的這個自治戰行條例 也剛剛進來院裡面 當然這事情由我們來處理 但是進度上我們真是慢了很多很多 國父的遺像 沒事看到都要跟他敬禮的 他就講得非常清楚 對國內這弱小民主 政府當扶子 使之能自覺 那我們什麼時候才會完成這個自覺呢 最先的一個問題就是 土地了 土地 多年來一直 是原住民的最大的一個痛 那我今天不講全國 我就講花東 讓你知道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特別來提這些事情 我們看幾個案例 在花東的原住民的土地是如何流失的 我們就不講這個國民政府在初期 戒嚴時期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是原住民的土地流失的最嚴重的時候 但是我現在舉的三個例子 第一個 我上次跟陳部長也講了這個事 原鄉有很多的土地在戒嚴時期啊 為了國防的需要 只要政府要 只要國防部要 其中要我們就讓了 但是今天這些土地啊 有的都已經國有非公用 因為以前有三防部隊 我不曉得一長知不知道 有海防部隊有三防部隊 都在我台東花蓮的地上 但是這些銀色這個土地 現在都沒有在意 就是已經非公用了 這些土地啊 我跟部長講 我要求啊 應該要還給部落 你不要說還給某個原住民個人 不要 就還給部落 還給原住民 這個就是馬總統所講的 世代公平正義嘛 但是到現在為止呢 還有幾種案例是 變成保護區 我最近在台東的三仙台啊 去拜訪的時候 看到民眾在那邊哭訴 哭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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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呢 他的土地 蓋了個房子 那是民國五六十年的事 蓋了房子 最近有點破損了 他要去 這個這個維修 去修繕 要去申請 才發現他的土地是保護區啊 是禁止連修繕都不可以的 他說 我怎麼 我怎麼都不知道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這個政策 保護區 被設定的時候啊 原住民根本就不曉得 根本就不知道 看不懂文字 聽不懂你們的宣傳啊 但是他的土地 就無言無故就變成保護區 在不知情的情形之下 變成保護區 所有的權力都歸零 所以我現在要跟你講的就是 如何平凡這些土地 如何讓這些土地 能夠透過解鞭 或是什麼程序啊 還給當事人 還給所有權人 我不曉得部長後來研究的 我跟您報告一下 我想這個 我們就在好像是上個月吧 TGR文會 就審議通過了有一個 原鄉的部落 有通過嗎 有 他原來是保護區 那現在 三坡地保護區 那現在是已經把它變為鄉村區 鄉村區 有一個 有一個 部長是在台東還有花蓮 是 OK 部長 院長還有 在台東啊 有一個公園 在台東市區 原來是馬南部的最精華的 這個地方 但是後來啊 被化為公園預定地 但是四十年之後 就是這個樣子 你看到的就是 政府編的這個公園預定地了 也不開發 沒有開發 但是 當時這些地主啊 看了這個土地的時候 真是親和以堪啊 我的土地 被化為公園 但是也不開發 變成雜草重生 下面一張 是我在花蓮光復一個地方的一個 也是公園預定地 這麼漂亮的一個農地 旁邊都是林木 旁邊都是林木 這個阿妹主席問我說 那麼多的林木 青山綠水啊 哪裡還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為什麼還要設公園 他們就想不通 為什麼當時要設公園 所以最近啊 部長可能已經知道這個事 我要求解編 那麼現在都基委員會 正在審這個案 這個 這個 通盤檢討 透過通盤檢討要解編 我現在特別跟院長 請義的就是說 讓原住民的土地平凡 用善意 用這個解編的程序 還給原住民的公平正義 你覺得這樣的說法合理嗎 我想如果沒有 這個 我想是不是讓陳部長說明一下 我來報告一下 像這個 像您剛才舉的這個例子 其實在我們內政部 對於公共設施法國地 就也有一個政策 就是對於 比較不需要的這些公共設施法國地 應該透過通盤檢討的方式 來把它解編 所謂解編就是 變更為 非公共設施用地 那麼這個案子 您所提的 這些 有一些 在都市教包括 這個 都市教委內的這個土地啊 他是陸續的行的這個程序 會送到都市教委會去審議 這是一種 第二種就是 剛才我跟您報告了 就是有些 他原住民的這個聚落 部落 本來就是住了很多人 但是在當時 非都市土地 編定的時候 他把它編定為 不可以建築的保護用地 那我們現在也透過 非都市土地的這個區域 就要的變更 來逐步的檢討 把一些做一些改變 讓它可以變成鄉村區 你剛剛講的那個 最近通過的那個 那個辦法 應該讓我看到 我在跟您報告一下 因為 你通過了你也沒跟我說 對不對 我在跟您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是三個人 一起談的事情 有了成果 你應該讓我分享一下 是是 好不好 那麼下來呢 我就要談 呃 主委 院長 上次我講的 拜託 都會原住民啊 為什麼會越來越多 將近有一半的原住民 現在都住在都會 為什麼要離開原鄉 因為原鄉 你們把我們的土地 都佔走了 我們沒有辦法在那邊生存 林業用地 在原鄉佔了將近百分之七十啊 都是林業用地啦 真正的能夠做為建地的 才一千三百七十五公頃 只佔了0.5% 我們如何在那邊來蓋房子 如何在那邊生存啊 沒有辦法 只要到都會來 但是到了都會 不容易生存啊 院長 所以他們只好就隨便找到一個地方 他們那個居住的地方 就跟難民 就跟難民屋一樣 這個是小碧潭 院長不曉得聽過小碧潭部落 非常的可憐 這一張 我去台中 看到兩個社區 一個叫志強 一個叫 志強新村 一個叫 一個叫花東新村啊 但是921的時候 因為烏倒了 政府特別安置在那個地方 但是到現在為止 土地一直沒有解決 我跟林主委 專程下去看了一趟 現在好像會有進展 我們跟國際參數一起討論 如何讓這個土地 變成一個社會住宅 以類似社會住宅的方式 來蓋房子 給當地的原住民使用 我不曉得 林主委 這個部分有沒有進度 跟委員報告 台中的這兩個 太平新村 跟花東新村 這兩個 我親自跟 前幾天 我親自跟那個 馬耀古木主任委員 跟他拜託 因為那個土地啊 是台塘的土地 希望呢 台中市政府 尋新北市政府的 山陰跟西州的模式 把它土地把它解決掉 我們已經傷勤的 慈激基金會 願意蓋它的地上物 就是房舍的部分 所以 只要它的土地能夠處理 我們呢 就照 新北市的模式 我們補助它的公共設施 它的公共設施的部分 這個補助的費用 那地上物呢 建物的部分呢 我們就會傷勤了 慈激基金會 他們也實地去看了 他只想進度是這樣子 院長 其實林志偉最大的困難呢 是經費啦 經費 基於 國父建國大綱所寫的 要讓原住民啊 不單單是被扶持 是要讓他們能夠自覺 如果兩個土地 兩個地方都沒有如何去自覺呢 所以 我認為 院裡面 應該要 寄注更多的經費給園民會啦 讓他們能夠好好的照顧 不論是在原鄉的 或者在都會的這些原住民 這個就是 馬總統就在講的 世代公平正義嘛 但是他們的經費 好像沒有什麼進展了 每年的預算就是 那個七十億而已 最近有沒有進展的林志偉 沒有 還有沒有 院長你也聽到了 能不能從你的口袋裡面 也播一些給林志偉 來處理這個社會住宅的部分呢 我的了解 社會住宅這個問題 確實比較複雜 所以我想我會後 專門針對這個題目 來跟委員請教好不好 我們看看有什麼樣 比較通盤的方式 來解這個問題 這個題目我們四個月以前談過了嘛 對 現在就經過內政部等等 他們做了一個初步的處理 以及剛剛你講的有些案子 我覺得這裡面 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它連結起來 我們做個比較完整的一個配套方案出來 好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三個月好不好 三個月之內做出原住民的社會住宅政策 我來跟委員請教好不好 我又不是專家 你請教我沒有用啊 沒有沒有沒有 有些概念大概還是從您那邊來 OK 我們一起用三個月的時間來完成這件事情 好不好 是 然後下面我要講的是原住民的自來水的這個沿管工程啊 經濟部部長有在嘛 那個陳部長你可以休息一下 原住民地區的自來水 院長我非常難堪的 我在經濟委員會啊 每一次提這個事都沒有進展 原住民保護山林 海洋水分 讓我們的這個下游 能夠有最起碼足夠使用的水 乾淨的水 結果呢 真正守護山林的人 卻沒有水用 每天用的是三泉水 不安全的水 可能是含聚量很高的水 按照這個表來看 原住民地區的自來水的普吉利 不到七成 全國呢 普吉利是九成三喔 這個原住民的地區啊 還不到七成 就算加上檢疫自來水 也八成而已 那麼當中台東的自來水的普吉利 只有七十八 是全國最低 全國最低 如何改善 經濟部 水利署 自來水公司每次跟我說 委員啊 那個單價成本太高了 我們不付了 就不付 不做 那原住民什麼時候才會有 乾淨的 安全的 衛生的自來水 是 跟委員報告啦 這個 要提高自來水的接管率 是我在未來這段時間想要做的 是 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我會 我現在已經要求就是說這個水利署啊 他們要把我們未來這兩年內要接管的這些計畫要提出來 那我會希望中間有一定的比例能夠配給原鄉 那原鄉的這個接管方式究竟是什麼 我想我們在那裡面我再跟他們再來做進一步的討論 好不好 委員長我最後要特別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要的是一個正義的 了解 我個人在這個任期啊 用了四個字 來維持對整個 原鄉 守護原住民主 才是世代的公平正義 這幾個字啊 十二個字 維護 守護原住民啊 是台灣的榮耀 如果連這五十幾萬的原住民都照顧不好 你如何去照顧那個剩下的 兩千 還有兩千萬 兩千兩百五十萬 你如何去照顧他們 所以 我們一直強調 公平正義 不是 不是說說而已喔 是 我們是非常認真的非常嚴肅的在看 政府的作為到底是什麼 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部長 按照院長剛剛說的 你得提出原住民地區 自來水的普及力的 追到全國的平均數的 兩年計劃 兩年之內完成 跟委員報告 我估計啦 兩年可能是 太 這個 等於說標準太高了 我們會儘快好不好 我們會 弄套計畫跟委員來討論 好不好 我希望你對大眾講 對我 對我 是 是 我想我們講話要負責 但是呢 如果我答應你兩年能夠接管 我想我是亂講啦 因為我知道這中間有些地方難度很高的 但是呢 我們會弄一個 合時的 合時的一個 一個構想 這個 提出來給您 要有肉啦 不要每次都是虛的 部長 不會不會 對 前面您交代了幾個案子 我們都 是 是 我知道 那下一個議題啊 就是狩獵的權利 你也都知道 原住民啊 每一個族群都有 這個狩獵的這個文化 那麼在 就在 過年 過年前 連續在 宜蘭跟台東發生了 因為原住民去狩獵 結果被林務局 就被這個 呃 這個 地方的 治安機關 呃 成功分局啊 給逮捕 甚至進了這個看守所 到了地檢署 還關了好幾天才出來 造成了原鄉非常大的一個震撼 政府 沒有按照 中華民國憲法的徵修條文啊 如何保障原住民的 這個文化 這個部分啊 沒有認真的去執行 也默示了原住民基本法相關的 對原住民的文化交易 的一個保障 這樣的一個文字 你們視同無有嘛 啊 根本就沒有看中他 才會導致今天這個大手劣跡啊 悲難主 啊 在在台東 經過合法的申請 合法的把名單都送了 啊 到了山上 去打獵 結果這個 我們的分局啊 派了大堆人馬去圍捕 甚至到了地檢署 我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以後再發生 我要求警政署 做相關 辦法的修訂 啊 也要求 嚴命會 協助原住民去 克服這個 跟 警政或者是治安單位啊 來來做協調怎麼樣 讓原住民的這個狩獵劑啊 能夠平順的完成 我們要問 政府到底有沒有看中 原住民的這個狩獵文化 我要求農委會 也修訂相關的辦法 聽說有困難 內政部的警政署 也說有困難 到底困難在哪裡 那原基法設在那個地方 no suda 沒有 沒有 被你們看扁 踩在腳底下 中華民國憲法 徵修條文 國家尊重 或就是推展 多元文化 我們是應該好好的檢討這個部分 院長 還是部長要帶打 我補充一下 這個跟委員報告 這個在大累積的時候 我想這個因為 我們員警 他去取締了這個 這個 揮法內槍 產生了一些 影響到大累計 這個大累計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進行 這個是很遺憾 那麼 雖然員警在執行的時候 有請示檢察官 也依法在做 但是我覺得 執行的可以 可以再細膩一點 所以我也請 這個警政署轉達 將來在我們 嚴謹在起地 這樣類似的 這樣的一個 這個行為的時候 能夠考慮到 這個讓 這個祭典不要受影響 那麼一方面也兼顧到執法 但是一方面也不要 這個影響到祭典的進行 那個院長 我覺得知錯能改 但是我跟農委會要 他們的辦法修訂 也跟內政部警政署要求修訂 大家好像沒有什麼 不是 內槍的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修改過了 就是有關 自治內槍的認定的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修改過了 那個林主委有嗎 有修改嗎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來說 現在這個 管理知識獵槍的定義 是放在這個 槍炮彈要刀戒的 許可申請的 跟管理的一個辦法 但是那個定義 其實修改以後 我們也多問了很多的 原住民的獵人 他們認為還有 可以再修改更好的一個空間 是啊 我聽到的也是這樣啊 他們是希望說能夠 如果後唐的這個也可以 但是考慮到 這個警政署是考慮到 這個唐藥這種的 裝填的 從後面裝填的這種 裂槍如果開放也可以的話 怕比較有治安上的顧慮 他們是去打的 又不是要去殺人 但是槍總是 是一種武器嘛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顧慮 不過我們會再來跟 嚴明會再來研究這個問題 OK 再有更多的善意好不好 好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有問過法界的人士的解釋 認為現在自知列槍的定義 其實是一頁無法 主委 中華民國萬萬個法律 都對嚴重民沒有善意啦 我跟你講 不要講法律 我們要把那個辦法 然後還給我一次 好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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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